1 2 3 3 歡迎收看阿烏狼人的SUNE 今天玩什麼題呢 我們一樣 我們會玩一個熊局 然後熊會有一個狼王以及雪狼 然後神就是騎士 女巫獵人 還有熊 然後三個品名 大家有什麼疑問嗎 沒有 沒有 那我們直接看牌上路吧 天黑起屁 還在起屁 很可惜 盲人現身 起屁正義 盲人確認彼此身份 盲人起屁殺人 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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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人气息地 女巫气息地 他被杀死 你要救他吗 你要使用就不要吗 你要等于谁呢 女巫气息地 酒气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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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人气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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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士气息地 骑士气息地 天亮气息地 昨晚晚暗夜 请说发言顺序 发言顺序 开始发言 是熊 对可是我觉得熊第一个发言不好的点是 就是 欸不对 刚刚没叫 那我就先会把 那等一下着重听七九的发言 跟 我刚刚看到那个 四号 就是 大家看到的时候 等一下想要听一下他 到底是拿到什么 我会有这些表情 然后我是真熊 等一下有人汗跳 拜托先相信我 我是真的熊 过 好 9号发言 既然8号为熊的话 现在要代表 这也不是在吃你口水 但就是七九 现在目前是放好嘛 站好 那刚刚的的的确确 4号 他刚刚出了一个尬笑 他刚明白 这有一个尬笑 我不知道这个尬笑是 这是怎么回事 又来了 对 又一个很几乎的尴尬的感觉 你看他现在 不会吧 不会那么简单 没有每一场都尴尬了好不好 好啦 但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但09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是第二个讲话 但是我觉得09 这一轮 应该也是有身份的啦 所以 我 我还不太清楚 我觉得要听到他 要听完他发言 我才能真正确定 大家好 我是10号的陈晓晓军 走进你的心 先给大家解决一点疑虑 8号是一匹狼 很OK的 沒有問題 全场唯一真雄 余蝶雄法官 就是我本人 谢谢 谢谢 刚刚狼杀了这么久 基本上我觉得 8号被下了指导棋了 那会下指导棋的 大家感受一下 对 他会第一个汗跳的话 高级率狼王嘛 对 所以 这一轮次的话 如果要投票那是我跟他的轮次 那如果我觉得安全一点 如果是狼王的话 女巫夜里独八号 OK 不用怀疑 基本上我不汗跳的 对 之前讲过 錄了两年多 我只汗跳过一次 哇 今天绝对不会刺 第二次 OK 所以基本上19 在我这边就OK 偏 偏好人 精髓的几率会高一点 那看发言再盘 可会不会有雪狼这件事情 我比较相信10耶 因为刚刚8号起来讲的 他跳熊的时候 他讲了两句 我觉得很奇怪的台词 他说 熊其实第一个翻译 不对 熊没有叫 可是我觉得 以我当过熊的经验 熊有没有叫 是一直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一件事 怎么可能会忘记熊有没有叫呢 如果你身为熊的话 所以你在讲这句台词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好像已经不是真熊的那个立场在讲话了 加上你最后说了一句 拜托 等一下如果有人汗跳 拜托先相信我 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太是一个 比较像是汗跳在求大家要相信他的那种发言 加上10的状态真的比8好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现在目前 因为我非常知道我的身份是好 所以10就在我旁边 我还是比较偏相信10 加上 那如果我姓10是真熊 那1跟9 我知道我是好人 那9就也有可能是好 或者是雪狼 那9我可能会先放问号 是因为刚刚 八汗跳熊 因为我已经先认识了 八汗跳熊 然后 等于说7、9 会是两个精髓的位置 可是9你却往一个还没发言的7 去怀疑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攻击性有点重 所以9在我这边 不对不对不对 9如果作为雪狼的话 不可能啊 又没发现什么事情 八干嘛汗跳 对对 位置的关系 好险有理清楚 那9应该就偏好 因为你看啊 如果我姓10 然后八是狼 然后你是雪狼 又没出什么事 然后八一个汗跳的狼干嘛 就是 那9的位置应该就偏好了 应该对吧 后面能帮我理一下 那9 9 11动不了 八应该是定狼 那如果后面 后面有比八再更爆的发言 我们再投另外一个 因为八他高几率是狼王嘛 那如果 有更爆的 八就交给女巫去读 没有更爆的话就 好像就也只能投八了吧 对 然后我跟你的意见相反 我其实想要站边八 因为10聊第一句 我就听得特别奇怪 他说我两年只汗跳一次 No 这是小男君 我记得你是说话 小男君 有一次你拿女巫汗跳 越来越好 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只汗跳一次 所以我对10是 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站边10 因为我觉得八跟10的话 因为10的发言呢 他告诉我9项好人 一定项好人 为什么9的发言告诉我8项熊 那在你视角 你会不会至少会盘下9 有没有可能最微血量的可能性 而且我是名牌 我第一名牌 我觉得49很奇怪 9号哪牌就只有 4号那边 这两个在pause我都媚眼 这个94 而且9发言很不好的点 就是说他认为8号是熊 然后他点7号为身份 那你认为8号是熊 为什么你7号玩家 可以点出是身份 我认为不是在帮好人做事的一张牌 所以我是因为这个逻辑 就是反正8跟10 我认为8的力度相对来说 是比10好的 因为他第一个发言他能聊什么 然后 刚刚8跳熊的时候 其实6号玩家 4圈 你在看什么 就是发现哪有毛 对 就是感觉在 好像 好像没有在这个游戏里面 有 有点微怪啊 这是孙生 我跟好像都没有在 听大家的发言 这是孙生 今天这一轮我会关注 所以4 6 4 6 9 目前是我比较问号的 然后8 8是我比较站边的熊 8他刚刚第一句话是 他说 昨天晚上 狼没有叫嘛 那刚刚1号的 成1号的 熊没有叫 成1号的发言的话 1号是说 熊要不要叫 熊应该放在心里 可是因为我也当过熊 所以我会 他放心里 而是他会 宣布完结果 他会很仔细去听那个声音 所以 8号一起来 那个是 刚刚熊没有叫吧 我觉得那个不像是一个熊的反应 因为你是熊 你要做好你的职责 所以你会很follow 那个声音到底 有没有出来 所以我觉得8的话 他有点 有点不太像是熊 然后呢 9号呢 其实像刚刚2号讲的 9号看起来 不像是帮好人做事 但是我觉得9号 他刚刚的特点就是说 他没事去怀疑7号的身份干嘛 这个有两种解释 一种就是2号讲的 就是可能9号是雪狼 他在偷偷抓身份 第二种可能是 连9号自己的内心的潜意识 他都不太相信8号是熊了 所以呢 他还会 他当然不会觉得说 哦那我7跟9都是好了 他还会想要去怀疑一下7的身份 所以这样比起来 我觉得10号的状态是 比较好的 我会比较偏向10号是真熊 我 好好发言 我不知道大家 是对小眼睛的人 比较严苛是不是 我跟9号 我刚 我刚 名牌很明显 就是想说要瞪大家 那怎么会是尴尬呢 我是这样 8号也说我尴尬 所以你不爽 谁 为什么 我不爽 对 这个表情也太少 我不爽不开心 6号 算你干当了 握紧抓紧 握紧 不是讲错 不是 6号这场很心不在焉呢 你刚刚不是那 一直没看吗 你这场好像 我觉得6号蛮怪的 然后我先讲一下 刚刚听完整个1 3是占10边 然后2是占8边 我想一下哦 因为这两个有点难看出来 因为虽然我觉得10发也蛮好的 但是因为我一直在你们选边站的时候 我一直在观察10号 10号一直露出一个 你知道 因为我也很常按跳 就是当按跳的人站我这边 我就一直这样 就会一直有这种感觉出来 但是10号让我有这种 因为8号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这样 但10号一直这样 所以 所以 这个也有点不大 脚往过正的感觉 因为我 你们有看到吗 有时候我现在10号边看这样 然后脚后刚刚睡开的时候 他就这样 他在那里面是什么 是广告的 所以他又聊10号的 可是有点微刻意性 如果 如果以8眼我会站10号边 那如果以状态我会站8号边 所以 我很犹豫耶 但因为8号起身 那个的确是有点聊不太好 反正我觉得票8或10 其中一个都没关系 假设8出去没有技能 女巫直接撒赌10就好了 就是这样很简单 就是反正就是80吧 然后我就着重听六发言 那刚刚站边的那个位子也满清楚 如果杀一赌一 第二天再去盘 刚刚站边的问题就好了 我现在好而盘 不要再说我尴尬 我今天就是长得很尴尬 过 我刚刚感觉4号其实状态蛮好的 我刚听完他发言 我觉得他状态其实蛮好 然后刚80的话 我是站边8号 就是我觉得他虽然一开始 聊得比较不好 但我觉得他就是 因为一开始就到我了 然后他刚好又是熊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状态又 其实还蛮自然的 所以80我是站边8号的 我觉得10应该就是一个狼王汗跳 然后晚上女巫应该可以堵他 但我刚刚有观察到一个 我觉得1号的状态不太好 感觉跟之前玩的时候 我感觉他这一局前面讲的有一点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一个感觉 我觉得1号状态没有很好 所以我可能 这一局有点想要出5号 然后晚上的话 女巫独10号 吧 我是这样觉得 好 过 奇怪 我觉得我已经站在10这边 8那太怪了 8那么可能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什么违电影演法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就不可能是一家 你只能到皇帝 8那太怪了 10虽然那么壮硕 那么壮硕的那个样子 但是10蛮真的 等於说25占8 25占8 对 我站10是没什么问题 25占8 4 我这回合想投看看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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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沒有啦 想說要欣賞我 好可怕 問你剛剛好真性情耶你 沒有啊 就不知道耶 是會不會又有狼啊 奇怪啊 八不可能啊 把他夾跳啊 把他夾跳 二呢 二跟五呢 二跟五呢 二跟五有點小懷疑 放問號區 放問號區 好不好 我的分析結束了 好人很穩定 交給零九大神 歸票 好 我覺得狼 另外兩隻可能輸在二、三、五 不知道 六我不確定 但四這把應該是 那 那 怎麼樣 什麼反饋 白色 終於是好了你還在那邊 我在瞪別人 白色 我在瞪那邊 對 絕對發言 安靜 好,沒有啦 我覺得四次好了 我覺得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十六八跟十六八 十 十六是那個假跳 他起來幹嘛 應該沒必要起來啊 如果十是那個漢跳熊 反正九是好人 九是 九不太可能做雪狼吧 兩個這樣子 那位置也太好了 被夾在中間 那 不盤這個機率的話 我知道我是好人 然後 所以等於說 我覺得十是 我是站十邊的 所以我覺得九跟一 九 一的翻譯也蠻像好人 然後九是一個 一看名牌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是個好人 因為我剛剛比較著重看這邊 因為我先看四 然後九去看四的那個反饋 他像一個好人 所以 所以我會比較信 我比較信死 我覺得 這一把還是得從 八跟十去 去投吧 我想要歸票 八號 然後 反正就看有沒有開技能喔 那沒有就 就獨具去平衡 然後 站邊的是 二站八 然後其他都站十 還有誰站十 還有誰站八 五站八 五站八 好吧 那我就先歸八號囉 過 謝謝大家 自己投票 三 二 一 自己投票 頭太太 請自己投票 有意言 對不對 我真的是熊 真的是熊 我剛剛發言不好 先道歉 但是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熊第一個發言不好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一個是你下一個發言 一個是歸票位 所以你們很難去盤說 七九的身份 但是我又想到說 喔沒叫 那是完全不用去盤他們的 所以我才會先提到說 喔對熊沒叫這件事情 十號就是狼嘛 然後我覺得他會起跳 他會汗跳的話 應該是九一有一個 雪狼 所以 九一出一狼 然後十號一個狼 然後我覺得 五八 因為我覺得四號狀態蠻好 他這個不爽的也不爽的很真 所以五號是唯一發言很突兀的 五人 五八 五人七是神 五人七是神 你要使用有無藥嗎? 你要讀誰呢? 女巫是閉眼 天亮是真 昨晚4號 沒殺死 死者屬是淘汰區 4號 啟動的角色即陣 你要帶展著對象的事情 4號 10號還在 好10我再去 10號 頭太太不行 是頭太太 2嗎? 或是2嗎? 2嗎? 因為2嗎? 因為2頭 好 奉索那麼強 怎麼會一開始會 會站8呢? 2站8 怪怪的 這麼強 我覺得這個7、6、7、9 7、9都是好人吧 7、9都是好人 有可能是你 2、3吧 我會覺得是2、3吧 奇怪 1 1也挺好 我覺得我的問號區是2、3 2的機率再比3大一點 好 過了 棒 我是不知道女巫怎麼會 讀這樣 5這麼肯定 那 反正 除了就 對 對 因為女巫沒有去讀死 導致這個4開槍 往別的地方 開了它吧 女巫 除非女巫讀到5是對的 那女巫就很棒 英雄好不好 反正我不是女巫 不背鍋 好不好 那 如果不攀雪狼 久一好人 2、3、6 現在剩騎士跟女巫 騎士跟女巫 騎士跟女巫 騎士要撞嗎 騎士撞到狼王 所以就結束了 反正騎士跟女巫 只能選擇一個跳 那我看你們自己的位置 反正我都講成這樣了 我是你 好不好 我都講成這樣子了 騎士跟女巫 你們看你們的位置 騎士跳 女巫就不跳 你們不要騎士不跳 自己想清楚喔 你們現在要歸的話 你們現在要歸的話 票行只有5去投這樣死 他是衝鋒狼嗎 我不確定 對 那他如果 現在最好情況是 他是狼 我們就剩一狼 那身分全部拍 遊戲可能就結束了 看要不要讀 你們自己 因為我在這個位置 我沒辦法 聽完你們的發言 然後要做什麼 你們要 你們的繩子要學著長大 好不好 自己做事情 好嗎 不要都聽我的 我這把是個平民 我這把是個平民 有點圍暈 但是 一八 反正 對 繩子要長大 好 長大 長大 我剛剛看 二號他投票的時候 他有變票 對啊 他變票 然後 然後 他第一輪發言的時候 他打946 那4號 獵人 一定鐵獵人 然後 10號這邊就一定是 狼了 對啊 那如果是這樣 你剛前面打 你把946 唯一一個 但是邱風承很喜歡 把 邱風承很喜歡把一個 狼混在裡面 然後我一開始會說 8號這邊 我會懷疑09的身分 是因為說 因為他雖然是 但是 他雖然是先跳熊 但是我覺得 0946有勝 那09這個人 然後你這個人說 神職要長大 Oh my God 不行啊 我覺得要撞一下 水 啟動我自己能帥 3 水 啟動我自己能帥 但是他撞誰呢 狼王都還沒出來耶 除非只能 賭 5號一定是好人 所以狼王一定在場 完蛋 唯一變票的是 2號 但是剛剛3號講了什麼 他說熊教放信中 他把 他踩這一點 把8號踩死 3號把8號踩死 也是蠻有攻擊性的耶 這個反饋我覺得 好 我撞3號 3號 我是老人 其實你是 謝謝你 其實很難 不是 1號 2 6啦 因為氣一定不可能 是因為氣第一天把8龜出去啊 7在我這邊早就已經撇出去了啊 4 6啊 2 6啊 幹嘛啊 想要扛我 是雪狼是不是 2 Hello Oh my God Cpt 好啦好啦 我們不要再演了啦 我是女巫啦 5號是我讀的啦 你才是女巫喔 或或或 過去獄喔 滾 我還在 我還在說什麼 這波 停 他們呢 三種三號 Yeah 我的天啊 擋太大,擋太大了 我的天啊 擋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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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們來投票MVP的時候到 衛城和委進 五票,你們準備好了嗎 五、四、三、二、一 衛城和你 衛城 我的天啊 黃舞 黃雪浪 我的天啊 謝謝 謝謝 好的 還有宣傳的新單曲 英晨熙來宣傳一下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英晨熙 然後這是我發行的新單曲 叫全集中呼吸 然後這是我自己獨立製作的一首歌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謝謝 好聽好聽 好的,想要看更多賽後套路 就記得訂閱我們娛樂百分百的Youtube 好,阿烏朗沙,我們下次見囉 好,阿烏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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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因為我... 這壞事了 這壞事了 我覺得那個 因為一開始一跟二 他們兩個是對立的嘛 但是五他突然出來 他跳了那個二跟八中間的 所以我會覺得他們是一起 那我那時候我在想 我要讀二還是讀五 然後我就想說 你玩一天讀就好 玩一天讀 你如果不是要打平衡 就不如玩一天讀 就玩一天讀 因為我太急著想要把... 因為我覺得二號比較明顯 那我就五號,我自己覺得五號 我自己的感覺比較明顯 所以我讀我的感覺 反正如果二號他太明顯 他下一晚就會被票出 最後的人是誰 一二... 一二八 一二八 沒有,你剛剛讀十號 我可能他是老... 我選啦 沒有,我相信十是熊 我一直覺得十是熊 是對的 你說一號應該不可能被撞 我們剛剛會輸是... 沒有,如果他剛剛讀十號的話 我可能... 對,就是我比較好帶人 因為我讀十號你會帶誰 就你或他 但我 沒有,因為我覺得熊沒有倒牌 你就會懷選 因為我覺得他旁邊可能有狼 因為沒倒牌也不合理 但我剛剛是比較想帶你 因為你站八邊啊 對 所以你是獵人 所以熊旁邊用自己獵人 大家我們是乾脆 對 我們應該覺得我是狼 不是,我到底是... 狼王不是一個開箱 我跟你講,狼王... 狼王開箱代表他們晚上刀自己 然後不會殺...狼殺自己 對,所以他是獵人 你連狼一樣QQ 我發現狼只要沒地方踩 就說我臉尷尬 你現在還在尷尬 我剛剛真的是好人 我剛剛真的是... 對啦,我剛剛... 好好玩喔 跟雪狼差一點啦 差一點喔 這支影片已經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方幫我們按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 記得在下面按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記追蹤我們的Facebook還有IH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